你是不是司法不公政治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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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再耐心的柯子文 大家安全喔 我们马上要连线请记者黄子凤 告诉我们最新的消息 子凤 好 请不吝点 司法焦点带观众朋友来掌握 东森新闻团队持续在台北地方 法院这里掌握最新讯息 那么根据我们掌握呢 柯文哲他是被裁定收押禁件 而这其实是台北地院第二度来召开积押庭 对于柯文哲来说 他也聘着王牌律师 其实律师都是有所准备 不过呢 下午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他们在历经召开积押庭 两个半小时的停讯之后 法官这一次不是裁定五包请回 而是改成柯文哲积押禁件 时间点大概呢 是在傍晚六点左右 柯文哲呢就会从我们现在所在的台北地方法院这搭球车到台北看守所 到时候观众呢也会看到柯文哲上球车的相关最新画面 不过呢现在要带给观众最新的消息 也就是呢 究竟为什么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在上一次呢裁定五包请回 这个时间点就在二号 那么今天时间点来到五号 这一次呢这一次呢不一样的法官来开庭 召开积押庭这一次第二次却是裁定积押禁件 台北地院现在也很火速的公布这个裁定的理由 也就是呢认定其实这一起案件关键被告也就是威京集团的创办人沈庆金他在过程中透过金华城的弊案收受200多亿的不乏所得 那么这个背后图例的关键也就是呢法官就认定柯文哲是难辞其咎 我们要带给观众朋友法官怎么说的呢 法官说啊柯文哲明知道增加过高超过560%的容积会给予金华城一案违背法令而执意为之 也就是呢其实图例罪的构成要素是他明知违法而为之 所以这一次呢法官就认定柯文哲涉犯图例最显重大 而且有串政之余裁定收押禁件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啊法官裁定的理由还有第二点 写出呢柯文哲的说辞跟这一起案件的共犯 包含呢沈庆金以及呢包含应小威以及彭震生 也就是前台北市副市长他们的说辞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法官裁定收押禁件也就是呢后续担心他们有串政可能或是灭政可能 要来持续让这个案件顺利发展 所以将柯文哲给收押禁件 而稍后呢柯文哲就会从台北地方法院搭着球车到台北看守所 不过呢其实观众朋友也会好奇 法官也有在这个裁定的理由写说认为呢柯文哲如果就算是聚保或者是无保请回 其实就担心这个证据的跑权 所以说还是将他裁定收押禁件 而整起案件呢我们要说到从2号开始台北地方法院裁定无保请回的时候 台北地检署当时呢就不服因此呢隔天提出抗告 那么在隔天呢也就是在昨天高等法院发回台北地院耕裁 那么时间点就来到今天下午2点钟台北地方法院有完全不一样的法官来开积压庭 从下午2点钟召开积压庭 那么时间点呢开了两个半小时 庭讯结束之后就在下午4点半 4点半结束之后当时呢大家周在等待这个裁定的结果 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看到呢法警是先出来维持秩序 所以说这个时候大家也会关注说 柯文哲这一次呢还是交保吗 不过就在下午5点16分法官的裁定出炉了 也就是收押禁件 那么其实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有看到柯文哲包含是在下午3点钟 以及呢在庭讯结束之后都有看到他从法庭走出来 那么之后呢在庭讯结束之后下午4点半 柯文哲呢就走到台北地方法院地下一楼的后审市来等待结果 而在这个过程中柯文哲的委任律师 他委任的王牌律师几乎呢都是曾经有担任过检察官的经验 而且呢在这个检便的工房上是相当有经验 柯文哲的委任律师对媒体说他们认为他们尽力了 而对于台北地检署所派出的主任检察官江振郁则说 他认为他也是经历的而且是平常心 那么就在下午5点16分柯文哲被收押禁件 法官呢公布裁定的理由也就是呢认定柯文哲有图力罪嫌重大 而且呢他是关键造成这一起案件的被告 审慶金在这个案件图力200多亿的决策关键 所以说柯文哲稍后大概呢6点钟就会搭着球车前往台北看守所 东森新闻在这边也会持续掌握最新消息 好民众党主席柯文哲现在确定是遭到了收押禁件 因为北院认为他是明知呢 这金华城的容积率有问题是违法的还执意为之 事实上柯文哲今天早上7点多 他走出家门的时候只喊得太夸大就快速的闪上车 他可能也没有想到今天会被积压 实在是太夸大了吧 我期间积压只有信心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金华城案被发回跟财 一早不出家门被媒体大阵仗给吓傻了 但主席啊您的破天荒 百分之八百四容积率才惊呆所有人 议员质疑说您都闭着眼睛千功 你有积极介入吗 都有下变迁了 难道对所有事情都不知情吗 面对种种正义问题 柯文哲一改先前态度不再高喊司法迫害 不说不谈 左闪右躲一个亮相 重心不稳回过神来快速上车 举奔位在台湖的办法 各位观众你现在看到的最新画面 就是柯文哲遭到收押禁件之后 已经上了囚车 他现在正要前往看守所 那么这也是刚刚的媒体 所拍到的最新画面 柯文哲遭到了收押禁件 那么刚才压票已经到了 所以现在他是已坐一个人的专车 现在也上了囚车 那么随时都会出发前往土城看守所 您看到的就是最新的画面 好 柯文哲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小草 在法院外面来进行声援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地方 都是严正以待的 希望不要有任何的插座 那么柯文哲 好 我们的记者黄子凤也在现场 我们请子凤来我们报道 子凤讲话 好 主播观众 我们持续就在台北地方法院 这边带给观众朋友 目前最新消息 稍早我们看到这个囚车 也就是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他就搭着这一班囚车 已经前往台北看守所 而我们现在所在的台北地方法院 就位在台北车站附近中正区这里 而柯文哲要前往的看守所 则是在新北市土城 大概是半个小时的车程 也就是等一下柯文哲 就会进到看守所 那么后续大家也要来关注 柯文哲的身体状况 精神状况 以及后续柯文哲 对于这个裁定积压境界 他的律师 有没有什么继续的攻防 都是东森新闻持续会关注的要点 今天下午两点钟 台北地方法院裁定 这个积压停 从两点钟开始停讯 两个半小时 就在稍早五点十六分 裁定积压境界 而我们要来掌握 为什么这一次台北地方法院的法官 裁定积压境界 而不是在几天前 所裁定的无保警委呢 关键就是因为 台北地院的法官 在这一次的法官 跟上一次的法官 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一次的法官 就认定柯文哲 在这一起案件中 所扮演的角色 也就是呢 我们之前都知道 威京集团的创办人沈庆金 他涉嫌图利 因此呢 是包含应嫂威 以及应嫂威的助理 都一起被收押境界的 好 谢谢赵和 那么大家都想知道 柯文哲整个案情大回展 从一开始的无保撤回 到后来召开积压体 以及现在确定收押境界 这当中的转折点倒是什么 这个北检提出抗告法院 是认定什么样的证据 决定要收押呢 我们都在新闻 请来专业律师 带大家来讲解 这一次整个案件 大回转的关键是什么 向最新情形 我们先交给记者洪泽瑞 好 所以大家来关心到的是 柯文哲二度召开积压点 刚刚稍早结果出炉了 确定是裁定积压境界 那当然大家都想问 到底为何会积压 我们刚刚裁定的结果的 这个相关的讯息也出炉了 那法院他们是认为呢 他明知违法 但是还是让这个财团 涂利了200亿 好 我们这一节呢 请到的大律师 黄波罗律师来帮我们分析一下 这一次的整个裁量的结果 您怎么看 这我看 我是看这个结果 是觉得蛮错愕的 那就这个裁定的理由 我看了以后 他是认为说 这个容积率是违法过高 那柯P这边是知道 而且直以为之 那甚至就是跟这个 有坦诚部分的事实 但是随着这个 追征侦查中的过程中 就是可能会发现 持续发现说 是否有收贿的情况下 那虽然他坦诚部分的事实 可是跟其他共同被告的证实 也不一致的情况下 为了避免证人的增结性被影响 因此认为说 在维护公益性的情况下 是不可以用积压的替代措施 所以应该要给予积压裁定 好 没错 但是律师 我们其实稍早也提到一个关键 其实今天下午的时候 一开始 法官是说什么 说这个不会考虑 不会审酌新市政 但是现在这样看起来的话 是不是新市政 也影响到了这一次的判决 我在想恐怕是不至于 但是原本的卷宗资料 或许就有呈现这些资料 然后去勾集以后 去做出一个新的裁定 也是符合法律的 因为法院法官是有 可以独立审判的空间 那就在原本的内容 去做一个裁定的话 或许是原本的资料上 可以引发他觉得是 有重大犯罪嫌疑 以及有这个勾章 或者是灭证的可能性 好 没有错 但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次 柯文哲他这一次是确定 是裁定积压记件 但是未来来说的话 是不是也有可能 在这个柯正颖的部分 有可能也去再去提 相关的抗告行动 对 因为这一次的裁定结果 对于柯P是不利的 所以他一定是可以提出抗告 那来确认说 这个法院做出这个积压程序 是否有违法不释法的情况下 如果有的话 高院一样会重新发回 了解 好 可以听到大律师的 这个筋辟的分析 但是当然我们也看到 在外床的整个状况 事实上在刚刚第一时间的 结果出炉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警方是 竹起了两道的人墙 现场可以说是有上百名的警力 都来到现场来做相关的戒备 主要就是因为裁定的结果 出来之后 其实现场的这整个 这个支持民众 情绪是比较激动的 那当然稍后有 进一步的冲突消息 我们也会持续的 来帮大家做掌握 再把时间交还捧内 好 目前我们可以看到 是因为柯文哲遭到羁压境界 目前现场最近情况呢 是小草现在非常的失望 上百名的警力也持续的在戒备当中 那么现在根据我们了解呢 其实检方掌握提出 抗告的主因呢 就是因为他们认为 柯文哲并非完全不知情 那我们持续带您了解 这一次整个案情回转的原因 我们继续交给记者 判决出炉之后 判决出炉之后 我们从现场画面 你可以观察到一个重点 就是支持者变多了 除此之外 其实在刚刚第一时间的 这整个裁定的结果一出炉之后 我们看到的是 整个现场是两道人墙 我们透过镜头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看到这是第一道人墙 也就是在整个爱国西路 要进到博爱路的第一个现场 但是你可以看到 这是第二个现场 也就是要进到北柬前的 这个路段 现在也已经筑起了警方人墙 除此之外 你可以看到 其实包括骏马也是一样 当然就是避免有冲突发生 所以你可以看到 其实不只是车道上 事实上如果你连人要进去 都会必须要经过相关的一个管制 所以你可以看到 现在车道来说的话 是已经完全没有办法通行了 除此之外 如果你人员要进去的话 你只限在旁边一小小通道 但是如果你要进去的话 事实上你必须要有相关的证件 或是你有必要性进去 否则在这边通通都会被挡下来 当然不只在 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道人墙 如果我们往里头走 我们透过镜头往里头走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 要进到北柬里头 事实上 你可以看到 包括了北柬外头的这整个道路上 都是有警力 再戒备 当然人车都是进行管制的 而我们要进到北柬这边来说的话 实际上也是一整排 都是去 好 谢谢泽瑞带大家掌握 那么有关于更多客问者 想要新闻消息 我们要持续锁定晚间新闻 好 好